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尔德方向现在最新的情况 昨天乌克兰方面证实俄罗斯解放军又对苏梅地区的苏甲发动了突袭 攻击的是苏甲,苏甲是靠近苏梅州 俄罗斯解放军公布的照片显示,越境进入到戈戈列夫卡 戈戈列夫卡,这是用夜视仪拍摄的俄罗斯解放军在苏甲方向作战的画面 苏甲是靠近苏梅州,它是在库尔斯克方向 俄罗斯解放军现在从比尔德方向撤离以后,一部分前往北部苏梅州方向 另一部分是前往哈尔科夫 现在在苏甲方向,俄罗斯当地居民的反应听到了小型武器射击的声音 这是俄罗斯,苏甲当地居民发布的交火视频 是双方在苏甲州也发生了交火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乌军实际上在比尔德哥罗州正面,在乌迪在这个方向,在别列佐夫卡也发动了突袭 所以现在乌军呢,沿多个方向对 比尔德哥罗州,库尔斯克 都发动了大工的进攻 那现在俄军侦察发现呢,在整个的哈尔科夫至苏梅边境一线呢 约有3000乌军的部队呢,正在进行调动,包括集结 所以俄军现在对乌军呢,在整个边境地区的这个集结情况 以及攻击的位置呢,正在进行判断 这是昨天啊,在比尔德哥罗州,乌军的这个对检查站 进行破坏现场视频 俄军发现呢,乌军呢,包括有重装备啊 越野车,还有一些轻型的专业车 俄罗州方面呢,开始对乌军的这个行动啊 包括重型装备呢,进行记录 那现在约有一个独立特种部队啊 独立特种部队驻扎在沃尔昌斯克附近 在哈尔科夫 另外在乌迪啊 部署有三个独立坦克旅 这些部队呢,未来都会对比尔格德正面啊,形成威胁 俄罗州方面正在对布良斯克 乌军的这个突破 突破企图以及突破的方向进行判断 那现在在整个俄乌边界 从苏梅达哈尔科夫 目前呢,有三个方向被乌军突破 一个乌敌方向,一个是苏甲 这是现在整个俄乌边境啊,最新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比尔格德州的室内 昨天呢,乌军的出动无人机 对比尔格德州啊,进行了轰炸 那一辆呢,民用汽车啊,可以看遭到了袭击 平民没有受伤 这是对比尔格德州的室内啊,这个居民聚局区进行的首次的空袭 过去打击的是当地的警察局啊,还有国家安全局大楼 那么现在打击的是平民啊,对闹市区进行空袭 那俄罗斯方面呢,也公开了昨天在比尔格德州啊,在格赖沃隆方向 俄罗斯的东部军区的司令啊,拉平上将 他呢,抵达现场的方面啊,他抵达了这个边境地区 现在乌克兰呢,也对啊,俄罗斯昨天的作战情况呢,进行了报道啊 但认为呢,实际上乌军呢,是主动撤离的 并没有遭到啊,向俄军公布的啊,大量的损失 很多的这个车辆啊,是乌军主动放弃的啊 人员的死亡也没有那么多,并不是70人 从这个照片啊,和公布的一些视频可以看呢 这些士兵你可以看啊,竟然走到主将的后面啊 所以乌军觉得呢,这是摆拍的 那我个人判断呢,应该有摆拍的嫌疑啊 但是呢,这个作战呢,应该是乌军呢,实际上已经撤离了 那整个地区的这个局势呢,现在正在恢复 你可以看这个拉平啊,亲自指挥 而且呢,他竟然走到这个所有的战事的前面啊 说明呢,实际上这个地区已经安全了 他并不是在一线,而是结束战斗以后呢,进行摆拍 乌克兰方面也反映啊,昨天呢,公开的一些现场的照片啊 这个车车辆啊,掉进这个弹坑里面 竟然没有任何的损伤,外观呢,也没有破损 那说明的是,轰炸结束以后呢,将这些车辆后放进这个弹坑 然后进行拍摄,为了宣传 另外呢,还有很多车辆上呢,写到为了巴亨姆特 这个是后喷的漆 为了巴亨姆特,这个漆是后喷 这个车辆被摧毁以后呢,后喷到车辆上面 这也是为了宣传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俄罗斯方面呢,在比尔罗德方向 也在进行宣传这 拉平呢,我觉得他昨天啊,到现场这个指挥有点过了啊 他如果到现场就拍一两张照片 我觉得是合理的啊,就到前线指挥 但他竟然像个交通员一样指挥作战 指挥这个人员车辆在现场进行调度 这有点夸张了,对一个一线指挥员 而且是集团军司令来说,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不太好,乌克兰方面也在嘲笑俄罗斯 那么下一步呢,在哈尔科夫和苏梅方向啊 未来呢,乌克兰一定会选择一个新的主目方向 那么现在在苏梅,库尔斯克 下一步会不会进入到布良斯克地区 特别靠近切尔尼哥夫,靠近哥梅利这个方向 所以现在俄罗斯方面也在准备 也在对乌军的这个行动啊,进行侦查 那这是比尔罗德方向最新的消息 今天呢,在南部 巴哈姆特 那巴哈姆特战役呢,已经结束啊 但是瓦格纳顾民领导人,普里格金呢,也接受了采访 我呢,简单把普里格金的采访内容给大家翻一下 普里格金呢,接受俄罗斯主要媒体采访啊,一个半小时的采访 那反复的提到俄罗斯的精英和决策系统 采访中呢,有很多细节啊 那就是6月1号啊,最多的10天 呃,瓦格纳将全部撤离巴哈姆特 并将啊,阵地转交给俄罗斯国防部 如果俄罗斯国防部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根据普里格金的说法呢 这一事实将使俄罗斯国防部声名狼藉 并使瓦格纳比正规部队更有战斗力 他指的他如果一防的话 俄罗斯国防部的部队不接防 或者没有能力接防 那会质疑俄罗斯国防部啊 他的整个作战能力 那也就凸显了瓦格纳他这作战能力非常强大 俄罗斯国防部接防以后呢 会失去阵地 所以呢 6月1号啊 乌军会不会在巴默德京反攻 还要看瓦格纳是不是要撤离 所以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国防部啊 施压 那巴默德的围城战开始时啊 瓦格纳的队伍中啊 约有3万5千名士兵 他是首次在媒体证实瓦格纳的人数 在特别军事行动所有时间内 囚犯共招募了5万人 其中20%又1万人战死 另外有1万人是专职瓦格纳士兵 是技术兵 也就是从这个老兵中招募的瓦格纳 也有1万人也牺牲了 1万囚犯 1万老兵 招募了5万人 那巴默德战役的结果呢 乌克兰武装队死亡 那瓦格纳的统计5万人 5至7万人 死亡5万人 受伤啊 伤是7万人 如果巴默德 那瓦格纳放弃巴默德 那么瓦格纳呢 将首先在法律范围内 遭到俄罗斯国防部的惩罚 他指的是 如果他主动撤离 放弃的话 俄罗斯国防部会以叛国罪 处罚巴默德 这也是提到了过去啊 他一直想要从巴默德撤离 因为得不到 那瓦格纳呢 他也表示啊 米金彩夫和苏罗维金呢 是国防部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理想人选 他说国防部长呢 不应该是正人物 而是应该是军事的机器 也说有专业的军事素养 另外他讲 社会总是需要正义 如果没有正义 会产生革命的情绪 万岁爱国主义 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 而基于虚构事实的沙文主义 爱国主义 人们装傻 要么什么都不做 这就是海军效应 那瓦格纳呢 他的政治信条呢 是我爱我的俄罗斯 我爱俄罗斯 我不在乎少爷谷 我们将继续战斗 这昨天他的讲话啊 这个是对少爷谷喊话 那瓦格纳呢 也对俄乌双方这个谈判 发表了看法啊 特别是李辉呢 将与本州访问莫斯科 瓦格纳说啊 两种情况 一种是乐观的 另一种呢 不乐观 乐观呢 普里格纳呢 是不相信的 他说第一个选择欧洲和美国 会使俄罗斯感到厌倦 中国人呢 会让每个人坐在谈判桌 俄罗斯会在谈判桌上 对被占领的领土说 这都是我们的 他们会听的 悲观的情况是呢 乌克兰得到了火箭 军事装备 他们训练的部队 指挥人员 装备 他们将继续战斗和反击 并可能成功 然后呢 他们会尝试恢复1991年宪法边界 直到2014年 我们刚刚来到顿巴斯时的这个领土状况 对俄罗斯来说 这种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你需要一场艰难的战争 为战争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 普里格金呢 他支持继续 继续作战 并不相信啊 中国的代表呢 会让俄乌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因为现在来看 俄乌双方都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 这是普里格金的 昨天的采访 他说 需要停止 建造玻璃塔 和养肥自己 我们只需要为战争而工作 将所有的生产转移到军事需要上 并宣布额外的动员 稳住战线 并处理平民的事情 普里格金的讲话呢 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种喊话 那他呢 后面强调啊 如果俄罗斯没有准备好战争的话 很有可能会倒退回1991年 1991年指的是 整个高加索地区出现动荡 包括乌克兰 布里海三国这几个方向呢 会对俄罗斯产生分离主义 所以他也 警告俄罗斯 实际上也是警告俄罗斯的政治人物 高层 如果这场战争不能取胜的话 俄罗斯会解体 这是普里格金的昨天讲话内容 我觉得他讲的比较真实 如果这场战争 特别军事行动 如果不能取胜 那么整个俄罗斯联邦可能会陷入 倒退回1991年 特别高加索方向 连车臣都会分裂 寻求独立 那么包括乌克兰 波罗的海方向 这些国家会不断的挤压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甚至会出现 内部分裂 内战都有可能 所以这场战争对俄罗斯至关重要 普里格金讲的就是 俄罗斯必须获胜 现在所有的生产 必须转移到军工上 不要想其他了 不要想生产什么 民用设备了 就是全部转移到军工领域 这是普里格金今天讲话的一个主要含义 另外他也提到 俄乌现在谈判 特别理会访问莫斯科 俄罗斯人现在的看法 不会达成任何的和平协议 中国人让所有人坐在谈判桌 但是都坐下来 但是双方有自己的目的 也不会达成和平协议 俄罗斯也不会接受 乌克兰更不会接受 因为他要的是领土 领土双方都不能谈 只能在战场上 所以双方只能打到最后 一方把另一方消灭 或者另一方无法消灭另一方 形成了拉锯 僵局 只能逼对方来求和 这样的话才能坐在谈判桌 所以现阶段 普里格金判断 双方谁都不会让步 一场大战在等着俄罗斯 俄罗斯方面 瓦克纳已经做好了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有没有这个能力 普里格金表示怀疑 这就是昨天采访的一个内容 那么现在在巴默特6月1号 瓦格纳将撤离 撤离以后呢 俄国防部的部队 能不能守住巴默特 这个方向正面呢 约有7万的乌军 在斯拉比亚克克尔玛特尔斯克 如果俄国防部守不住巴默特 那整个俄国防部的信誉将失去 大家会嘲笑俄国防部 那瓦格纳会被证明是整个 俄战场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他在这时候战线被守住了 那他一撤离 马上这个战线就崩溃了 所以俄国防部现在呢 也有巨大压力 特别是俄国防部 现在人员调动 具体谁来守巴默特 这是今天呢 整个俄战场啊 包括哈尔沟方向啊 以及苏梅方向最新的消息 我呢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我们下个人 我看你了 然后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来到这儿了 我看你了